第五波疫情肆虐 市民对防疫都有很多疑问 TVB即时制作特备节目 《珍分夺庙同抗疫》 邀请医疗专家来解答问题 理由为人父母的陈敏之和黎乐义 就在节目上 向专家查询小朋友接种疫苗的问题 儿子五岁 我也考虑给他打针 因为始终好像这样会安全一些 而且晚些希望可以回学 所以也希望他是安全的底下 乐义呢 大就是打了 今天就打了 小的因为太小了 靠妈妈的母乳 希望在母乳上可以给他一点点 喜欢入住的乐义 最近开了个网上频道 除了介绍健康饮食之外 还有不少预防疾病资讯给大家 其实一直都想做的 也不是真的为Omicron 其实是很想 Omicron刚好疫情爆发了 我们优先希望是 怎样可以预防 或者怎样可以在提前 令你的身体 可以没那么容易中 给多个选择在中医 或者营养师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其实我们拍了几个就是前列腺 因为男性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老了 就有前列腺的问题 比如乳癌 这些其实是很多时候身边 很多时候都会有的东西 我们很希望一些经常都会发生的疾病 早点告诉别人 万一这么不幸 有的时候有什么症状 疫情下怎样令宅在家的小朋友解门 是父母一大考验 文芝日前就和儿子指落 一起在家做汤圆 享受下亲子入厨 不过另一边 肖春鸡躲起来就为乐意 带来很大的困扰 还令妈妈你既认大动肝火 你现在变成了一个宝宝 我昨天他捉了一只脚 不如一起上班 我陪你回来 我帮你忙的 我常常想对着你 我最疼你的爸爸 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他真的吓牛吵 也没有 我也没有理会那只牛吵 不是,你没有理会 他自己知道 地位去了就会分享出去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 真的又不像 最近妈妈开始喝醋 你就是你爸爸 不用理我了 因为儿子开始无视了妈妈 真的没有礼貌 不是,没有礼貌 看不到妈妈 什么都只是爸爸 什么都只是爸爸 但现在就变成了我的身体一部份 那么严重? 是的,但是你看 他眼里没有了妈妈 不,你叫我哭 那就咬完了 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 我儿子本身是个儿子 也交我说两句 妈妈 不是 妈妈,其实我不会说 但我最爱就是你 那些